哈喽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 我是你们的黄老师Andy 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早盘分享时间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 那昨天的话呢 整体的一个盘面都走得比较慢 就是亚盘跟欧盘基本上都没什么波动 到了晚上每盘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才走出来了我们该有的一些利润 对不对 包括我们的每家欧牛 都是按照我们的一个结构计划去走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说那对于今天的一个盘面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就是趋势结构都是比较清楚的 也是一些什么 很简单的一些赚钱的一些机会 那昨天我也跟大家说了 当下的这个机会考验的是什么 考验的就是大家的一个执行力的一个问题 因为你在盘面当中 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跟精力 去研究它 因为它已经都是干嘛 都是走得比较清楚了 也比较简单 所以说当下就是什么 就是执行 就是执行 好了 那今天的话呢 我跟大家讲到的一些机会 也是一些什么 高权重的一些 重点的一些机会 可以说是都是一些 八分以上的 八分以上的机会 所以说今天 大家把我讲到的一些机会去做透 就已经干嘛 就已经不错了 好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盘面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欧元 那欧元的话呢 整体来讲还是什么 两笔结构 这边上来之后 当下是走了一个什么 走了一个震荡 那这个预期的话呢 昨天晚上 我也给大家抛出来了 是干嘛去做它的一个震荡多 所以说那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现在已经干嘛 给到了 对不对 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干嘛去做震荡多的 这样的一个思路 那这个多的话呢 也是什么 顺前期这一笔上涨的一个顺势的 这样的一个思路 朋友们 所以说等下这个位置的话呢 也会带大家去执行的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重点的一个机会 那这个多的话呢 我们可以按照什么 空间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思路 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你去进场了 对不对 那利润可以让它跑一跑去看这个震荡的啊 看四小时震荡的这个利润 也是问题不大的 好 接下来再看一下我们的插盘 欧纽 那欧纽的话呢 是走了一个什么 内回挡的一个结构 那这个位置是一个什么 76.4的一个空点 内回挡 昨天啊 早盘我说的很清楚了 让大家干嘛 76.4跟正回挡去做一个组合的一个策略 那这个空不知道有多少伙伴有抓到 所以说那对于我们今天的一个思路 还是干嘛 还是做它的一个内回挡 是什么 76.4的 76.4的一个多 所以说对于我们内回挡的一个结构 它本身的一个什么 胜率都是比较高的 内回挡它本身这个结构的稳定性 都是比较强的 所以说这个多给到了 也是一个什么必多的一个机会 朋友们 所以说这个多的话呢 也没有必要扣得那么死 那这个位置 刺头已经给了一个什么 这个刺头已经给了一个信号了 对不对 那差不多在这样的一个区间 都干嘛 都可以去选择 去进场 去做它的内回挡的 内回挡的一个思路 内回挡的一个多 好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棒系的交叉盘 一个是棒奥 一个是我们的一个棒日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棒 棒奥 那棒奥的话呢 从四小时级别上来讲 也是比较简单 这边的话呢 是一个什么加减加的 这样的一个结构 加减加走完之后 后面走了一个什么 区间的一个震荡 那这个震荡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把这一个局部的 这个震荡也可以用这个通道 去连接 对不对 那今天的话呢 这个位置 朋友们 这个位置给到了 也是一个什么 不错的一个空点 朋友们 这个位置也是一个不错的空 那这个空的话呢 也是结合了什么 前期的这个高点 对不对 如果说位置能在这样的一个区间 在这样的一个区间 都是什么 都是我们一个什么 加仓 加仓做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朋友们 这个的话呢 也是要什么 组合策略 组合策略 这个的话呢 可以有一些加仓的一个动作 在里面 好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傍日 那傍日的话呢 从四小时级别上来讲 也是一个什么 比较简单的一个行情 对不对 那这一笔加速上来之后 当下就是一个什么 局部的一个震荡 那这个震荡的话呢 也是比较清楚的一个震荡的结构 一小时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位置是什么 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什么 一个空点 那这个空的话呢 是按照一个打点的一个思路 朋友们 震荡打点的这样的一个思路 如果说啊 这个位置你抢的好 对不对 进在了一个阳线上 对不对 位置抢的好 那你就没有那么快 出来就是让他利润跑一跑 利润跑一跑 去看什么 先看这个 这个区间的这样的一个震荡的利润 也是不大的 那这个位置你抢的好了 你的风暴比就会做得很好 所以说你这个利润抓到了 也不错 好 各位伙伴 那以上的话呢 就是我们今天早盘的全部内容 那对我们阿萨社区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 或是来到我们学习吧 一起学习也是可以的 好了 那今天的话呢 我也祝大家交易愉快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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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